Hello 大家好 我是时音 基于大家有强烈的想看我的新家的欲望 所以我还是给大家看一下 好吧 这一块就是一个进门的走廊 这边呢就是很多柜子 这个新的户型很好的一点 就是它的储物空间特别特别多 就是都是鞋柜什么的 然后这边是我放的我的一部分包 那边还有更多 虽然储物空间很多 但是我的鞋还是依然溢出来了 可能过段时间会买个鞋架 把它再给制动起来 然后呢继续往里走就是客厅啦 我没有做太大的一个改造 因为毕竟是租来的房子嘛 比如说墙上我也不太敢打孔 因为它这个是一个包装板 你知道吧就打了孔很难复原 所以我就摆了一堆东西 在我的沙发背后去做一个装饰 然后这个沙发还有茶几什么的 也是房东原本留下的 我不太喜欢这么深颜色的沙发 但你说我把它处理掉呢 也没有地方放对吧 处理掉了以后 房东肯定又会要求你把 后面的那个沙发 退租的时候留给他 所以我就觉得挺亏的 算了就凑合一下吧 等那天争取我买房 我再来一个全屋定制 自己倒通倒通 比如说买了一个浅色地毯啊 比如说这个垫子也是我后买的 搭一下我感觉也还好 就没有颜色那么重了 我还是一个比较有童心的人啊 很多玩偶什么的也是一直没有丢 就是从一个家搬到另一个家 他们对我来说有纪念意义 所以我都一直留着 然后就是摆满了整个沙发这样子 然后来看一下细节吧 这是一个电视柜 这个电视柜也是房东留下的 就是它形状有一点奇怪 这边呢就是被我拿来放一些展示物了 比如说这个颂波 我之前去那个安娜迪的时候买的颂波 买了以后一次也没有用过 但是它摆在这还挺好看 有的时候我把它当做一个那种托盘来使用 就放一些杂物这样子 然后一些干花啊什么的 最终还是放弃了养真植物 因为我觉得我养不了 我在外跑的时间太多了 比如说我离开个三五天 回来不换水不浇水 它基本上就GG了 所以它是养这种不需要打理的吧 然后这边呢是一个哈利波特的乐钢 哈利波特电影20周年的纪念版的一个海德威 它很酷的 我就不打开这个罩子给你们看了 因为它其实蛮重的 但是它那个头啊 包括翅膀啊都可以动 然后下面的那个金飞贼的翅膀也可以动 然后这个罩子是我在那个橙色软件上定制的 背后是那个Hogwarts的那个城堡 就还蛮酷的 好的 然后这边一进门就会看到的 就是这个酒柜 是我朋友送我的搬家礼物 这个酒柜我得说一下 搬过来的这个过程特别的艰辛 就是首先这个酒柜呢 它肯定是一个质量非常好的酒柜 就全实木的 然后是那种有点复古的那种style对吧 所以它就特别特别特别重 这样子如果比如说我想把它挪个位置 往这边推一推 我是完全推不动的 当时它搬上来的时候 它是分两部分的 上面一部分 然后下面一部分 然后我就想说那我总得把这个放上去吧 我放不上去 我后来找朋友来帮忙 也放不上去 最后呢我花了500块 雇了两个组装夹机的工人 然后才把它搬上去了 光是这个家具呢 包括组装 然后安装 然后把它放到这儿 我就花了1000多块钱 而且它来的时候呢 后面的这个玻璃还碎掉了 所以我还经历过一个 把那个后面的玻璃砸碎 然后再换的过程 光是把它弄到我家里来 里外里花了我1500块 我也不知道这柜子有多贵 我觉得应该在市场上卖也要个几万块吧 所以1500就1500吧随便了 然后呢我也并没有把它拿来当酒柜 对它现在是一个悲剧展示柜 对就是我的各种的酒杯啊 然后包括茶具啊等等 放在这个位置 反正还蛮好看的吧 可以给家里提升一点格调 只是我下次搬家的时候 我要怎么搬它 好偷偷啊 不知道 好的 然后这边是餐饮区 这个家具也是之前房东留的 就是如果是我自己买 我可能不会买这一套 但是也还可以吧 这边我又摆了一个衣架 是放我的冬季的外套的 因为我的衣帽间虽然经过了改造 但是衣服还是溢出来的一个状态 所以我冬季的外套就放在这边 然后背后呢是一个放开放式的一个大厨房吧 平时如果我想煮个泡面啊什么的 这边就有很大的空间 会吞很多零食 比如说这边吞了各种各样的 泡面啊 然后麦片啊 然后就是这种素食 还有这种养生粥什么的 有两个冰箱 这边一个我没开的什么店 然后这边一个是我现在在用的 虽然里面也没啥东西 包括这边还有洗碗机 就是我上一个公寓非常高端 住进比这个还贵 都没有洗碗机呢 就洗碗机真的省了很大的事 然后厨房背后呢又是一个阳台 它这个其实是朝北的一个阳台 面积也比较小 所以房东把它封掉了 然后现在就用在我的洗衣间和储物空间 朝南那边呢还有一个阳台 就是怕过曝没有给大家看 我觉得这个户型特别好 就是它南北通透 因为我之前那个它就是只有一面有窗 通风来说就不是特别好 但是南北通透这种户型 对于健康还是蛮好的 采光什么的特别好 好的 然后这边是一面展示墙 然后放了我的各种各样的粉丝排排 然后还有奖杯 手办 中间这个是Tangu Sound的周边 对它寄给我的 确实是有很多这类的东西 在之前的那个房子就没有一张展示 然后刚好这边它还有打光 就会显得非常的高档 那再往里边走呢 这边是一个次卧 它有两个功能 一个是储物间杂物间 你们也可以看到 就是真的比较乱 因为我的设备什么的 就像这种冬架 真的是没有地方放 我之前我妹来住这个房间的时候呢 我就放在厨房里 然后导致我的厨房没有办法使用 这边是一个折叠床 就是如果有人来睡的话 可以把它摊开这样子 然后这边是我的电脑电竞桌 我觉得这么大个房间 光把它拿来当书房 其实是有一点点浪费的 我办公也用不到那么大的空间 所以它现在就是一个多功能的储物间 兼书房这样子 兼客卧 就是如果有人来住 把那些杂物清掉 然后有人可以睡在这边 然后出来以后呢 对面是一个刺猬 就是没啥好看的 就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刺猬 所以我们跳过 然后直接来看 主卧和衣帽间吧 这边一个小区域是一个小玄关 就是我视频里有出现过 就是我把我的之前的首饰柜 翻过来放在这边 就是还蛮合适的 然后上面放了一些装饰啊 托盘里香水瓶啊什么的 再进来呢就是主卧啦 主卧呢首先一进门 它有一个主卫的卫生间 它这个卫生间还蛮大的 是淋浴和浴缸分开的 也非常符合的需求 因为我之前说过很多遍 对于我来说浴缸特别的重要 就是我一定要有浴缸 不然的话我不会租这个房子 所以它满足了我的这个需求 就很棒 然后这边呢 是一面非常大的镜子 它两边还有这种灯条 就会把你的皮肤 整个人状态 照得非常的光彩亮丽 非常适合自拍的一个位置 我觉得对于女生还挺友好的 然后这边又是一个展示墙 它也可以开灯 但是我没开 然后目前还没有填满 就是放了一些 其他那边放不下的香水 包括我的一些客丝扇子 这是个古董扇 因为古董扇怕阳光 我没给它放出来 还有我这边画的画之类的 然后再进来就是床 床就没啥好说的 就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床 也是房东之前留下的 床垫我后来还是买了一个 蛮好的大吉千的床垫 因为我觉得床垫还是挺重要 毕竟睡眠是占了你 每天的很长一段时间 如果你的床垫不适合自己的话 你可能会出现颈椎病 腰酸被痛 各种各样的毛病 所以我还是非常建议大家床垫上 要多下点功夫的 对 然后这边一整面 也都是柜子 对 已经被我塞满了 这边也已经被我塞满了 那个房间的衣帽间还不够用 然后这边又塞了很多 然后这个是Dyson的加湿器 之前一直觉得 加湿器没有必要用这么贵的吧 直到我今年双十一买了这个加湿器 我觉得还是挺有必要的 首先它会有一些防水垢的功能 就你不需要那么频繁的去清理它 然后它出来的那个物呢 它也是比较均匀的 而且它容量也很大 中介来说我觉得用的还蛮顺手的 绝对不是Dyson的广告啊 我只是安利一下这个加湿器 我觉得它虽然贵 但是很有效 这个空气净化器 这个是我的前老板Johnson 他之前不是在拳头游戏 做亚太地区的负责人吗 然后他辞职了以后 自己去创业 做了一个空气净化器的品牌 然后这个空气净化器呢 是不是看上去很像个游戏主机 然后它上面呢 这个图案还是英雄联盟世界赛的联名 这样子就挺酷的 就摆在家里 哎呦不好意思碰到 就是一个比较好看的空气净化器 也不是广告啊 就支持一下前老板这样子 好的那最后就是衣帽间啦 就是它原本这个就是一个次卧 然后这些板子是我后面找那个 意思生活那边 他们去来给我定制的 找师傅上门装的 然后到时候这些板子都可以卸下来 因为这个屋是墙纸 然后这些板子可以带走 要租其他房子就可以直接一比一还原 我觉得还比较方便 就本来我是想做定制柜 但定制柜真的我觉得对于租的房子来说太浪费了 因为你也不知道你要住多久 你也没办法把它带走对吧 衣服呢虽然都放在外面 我当时一开始担心会不会有这个落灰的问题 但是跑在我的小区比较新 还有这个新风系统 这个房间我也不怎么开窗户 因为通风的话在客厅里就好了 衣服我觉得这样放在外面 目前来看状态都还挺好的 这边呢是一个梳妆台区 它面向窗户 所以自然采光非常的好 我真的现在觉得化妆包括拍视频 没有什么比得过太阳光 如果太阳光好你不需要任何打光 这边就是梳妆台 然后这边化妆品 各种各样的杂物 我觉得我已经做得很不错了 因为一般来说呢 我入住一个地方以后 别人帮我把什么东西都弄好了 不出三个月它就会又乱成一团糟 但是这个衣帽间呢 已经有半年了呢 目前来说它状态 还是跟我搬进来的时候差不太多 对没有特别乱 不错不错 做的不错 保持下去 好的那么今天就是这期room tour的全部内容了 这一期视频吧 就是主要还是满足你们对于我家的这个好奇心 可能真的没有什么太多的家居好物可以分享给你们 毕竟我不是家居博主嘛 对吧 但是如果说你们有看到我这个家里有一些物品 你们比较好奇的 还是呢 欢迎大家留言弹幕告诉我 我尽量去回答你们 如果说你们对于我家布置上面 装潢上面的一些意见 怎么样让它又成本不要太高 又变得更好看 更适合拍视频呢 欢迎大家留言弹幕告诉我 让我可以提升一下我自己的品位 好的 那么这期视频就到这了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